欢迎访问海星微课堂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安卓的一个元件 它是通过游览器可以远程控制安卓手机 那么我这里本课节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讲一下手机安装这个元件 第二个部分就讲一下游览器如何控制这个元件 那我这里先切换到我一个安卓的手机上面来 好 大家也可以看到桌面电脑屏幕上 我已经有一个把安卓的一个投影到我这个电脑上面来了 那么我首先按照我使用 一般我使用的按照方法很简单 我使用QQ游览器 一按选择这个应用 点击这个搜索 好 这里也可以看来到它是一个元件控制元件 我点击这里下载 好 它这个正在任务呢 正在下载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下载过程 好 它已经提示我们按照 我们点击这里按照 好 已经按照完成了 我们点击这里打开 好 首先打开的时候 它会有提醒我们要同意它的使用条约以及隐私政策权业 我们这里狗选两个 你看点击下一步 那这里提示账号的登录方式 我这里选择邮箱登录吧 我这里应该可以给你邮箱登录 这里我收入了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就是你到时用PC端S输入的密码一次就OK了 并不一定用你的邮箱密码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 两个密码也一致 你看点击下一步 好 这里我们开始就是一个简单的教程 我们用鼠标滑动一下 这里有提示 如果你按照无线插件 如果你没有的话 提示你还没按照的话 你就点击按照一下 这里是开始USB调试 如果你通过USB可以控制你这个手机的话 就通过USB调试 USB线来控制 这里我也请用了 好 这里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一个准备好了 已经点击开始 好 这里就已经 安卓的这边已经设置完毕了 那我们这里再切换到一个 我的一个游览器里面上去 好 我这里已经切换到我的一个游览器里面来了 那我这里就在 游览器地址里面输入这个 它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就输入 刚才我们的设置 有账号 KQ邮箱一个密码 然后这里点击登录连接 好 这里已经认证出现了一个二次认证码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二次认证码呢 输入的手机再变凉 我这里是391842 那我在手机上这里去输入391824 你跟我这里切换到我这个手机上这里来 看这里391842 是391842 391842 391842 你看这里可以勾选 因为你这个PCG是可信用的 这个总是可以连接的 按勾选 然后按认证 好 我这里已经认证完毕了 可能认证的过程的时候稍微有点慢 好的 在这里会有提示到已经远远接 远程连接到这里来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远程连接 这里呢 那我们再切换到以我的一个游缆器 这边来可以看到 这边游缆器 这边就已经可以通过控制到 按住的远程桌面了 就是桌面环境的 那我点击这里可以按首页 对不对 那通过这边呢 这个是一个屏幕操作的话 你可以全屏截屏 输入文版 这边呢就是一些文件处理 一个音乐啊 图片啊 视频文件啊 通话进入这些都可以处理的 这边呢就是以我的手机的一个信号 信号显示 我这里是通过WiFi连接的 一个摄像使用情况 那这里呢 他这里是突然是他就是屏幕 那个我当机这一下 他就把屏幕唤醒过来了 我这里使用 按使用WiFi的操作是过程中 游刹一般 有个可能使用那个USB连接着 可能速度会快一点 但是我就觉得使用游览器 不要在电脑上 不要不按照任何原体的话 是最最啊最方便的 滑动一个桌面 滑到一个窗口 我就只能用手标这样滑动一下 你要你要想输入 输入文字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手标的 笔记板的那个键盘输入 那我这里输入一个 随便输入一个吧 点击这里 中文 实际上是直接可以用键盘上的操作来的 关于更高级的用法 大家可以用了以后自己探索一下 使用这个可以去远程控制 假设你的手机忘记 忘记放在家里了以后 如果你使用有账号的话 你连接网络的话 你都可以通过 internet控制到自己的手机 好的 今天就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再见